Hello,大家好,我是张公 首先对朋友们说句抱歉 因为我上周没有按时更新视频 是因为最近工作上出现了一些状况 家里也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 还有就是房东告诉我说 他想把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卖掉 所以我就需要重新找房子 还有很多锁碎的事情都拍好了 对等着我去做 然后上一周就没有按时更新视频 以后我会尽量保持每周一次的更新频率 好了,废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前面的这个视频是在2023年6月25日凌晨1点26分录制的 这也是我进入美国之前录制的最后一个视频 从我们一家人5月27日到达土耳其开始计算的话 我们的赴美经历一共用了28天的时间 这28天的付出换来的是充满希望的余生 这28天的坎坷是最宝贵的经历 也是重生,更是崭新生命的开始 上个视频聊到一位黑人女司机 载着我们一家人飞驰在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的一条公路上 晚上10点多这辆破旧的越野车离开公路 开往田野里泥泞的小路上 我们就这样摇摇晃晃的又走了十几分钟以后 就到了一个孤零零的民宅 这里很黑 只是隐约看到院子里停着有五六台越野车 车子停好了以后女司机转过身来示意让我们在车上等待 他就下车了 过了两分钟 他和另外一个男性一起过来让我们下车 我们一家人就跟着这个男性到了一扇 只可以在外面打开的门前 然后这个人把挂在门上的锁取了下来 就在他推开房门的一瞬间 我的眼睛就被里面的光亮刺到了 我们进到这个房间以后 就看到这里几乎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落脚了 因为地上已经坐满了各种肤色不同种族的人 有老人有孩子有青年有妇女 还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孕妇 这个小小的房子里大概有七八十人 但只有我们一家人来自中国 这个房子的面积大概也就是四五十个平方吧 还被隔成了三个小房间和一个厕所 我们一进门就是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厅 正对着门有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房间 右手边还有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 然后我们一押人进去以后在门口坐着的人就把原本伸直的腿都收了回去 然后我们就去了右手边的那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大都是南美人 还有几个穆斯林 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厕所 厕所门口还有一点点空位 在那里坐着的一位南美大哥招手让我们过去坐下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我爸妈也和其他人一样尝试着坐在地上睡觉 我和我爱人站在厕所的门口 我女儿站在我怀里 不过她没站多大会儿就困了想睡觉 然后她就钻进我妈妈的怀里 坐在我妈妈的腿上睡着的 我在房间里等待的这两个多小时 有好几次都想把吉他拿出来弹一下 我觉得有一首曲子非常适合当时的环境和氛围吧 我很想弹一首九十让的天空之城 我觉得这个旋律会让房间里的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平静 也不会让已经睡着的人被惊醒 我有好几次都想拉开吉他包的拉链 但每次鼓足勇气去拉动的时候 都会被那一点点拉链的声音把这份勇气击破 真的 就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 我深信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天空之城 那就是美国 而且它从未如此接近 最后还是我的欲望和勇气战胜了胆怯 我把吉他从背包里面拿了出来 开始轻轻的调音 然后就轻轻的开始弹奏 但刚弹完天空之城的第一段 我爸爸就对我说了一句 好了好了 别弹了 别弹了 大家都在睡觉 你赶快把它收起来吧 我听我爸爸这么说 我刚刚酝酿的所有的情感 一下子全部都变成了紧张 我开始担心屋里面的人会不会讨厌我在这弹琴 我觉得我真的有打扰到他们休息 然后我就低着头把吉他放进包里 用眼睛的余光就扫着周围的人 我觉得当时他们都在看着我 当我把吉他装好了以后就抬起头来 然后让我没想到的是收到了非常多善意的目光 和几根伸直的大拇指 晚上十二点 房间的门打开了 刚才带我们进来的那个男性站在门口 嘴里面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说着的数字 什么Single 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数字就代表人数 因为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要陆陆续续的离开这个房间了 前往边境墙附近继续等待 当大家看到有十几个人已经离开这里的时候 正对门的那个房间里的黑人几乎一下子全出来了 他们都来到门口这个房间 当时还有好多人在地上坐着 没来得及站起来 但这里已经变得非常的拥挤了 房门再次被打开 还是之前开门的那个男性 他看到有这么多黑人都争抢着要出门 就大声的呵斥他们 然后他自己就进到屋子里面 让外面的人把门锁上 然后命令所有黑人都回到里面的房间 他把黑人安排回原来的房间以后 先是让有孩子的家庭和老人离开这里 那位孕妇和他的两位同伴也是在这一次离开的 就这样大概又走了四五拨人以后 终于轮到我们出发了 和我们一起出发的是一个南美家庭 夫妻两人带着四个孩子 我们一起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越野车 这辆车的后座都已经被拆下来了 女人孩子坐在中间 我和那个四个孩子的爸爸坐在后备箱的位置 这一次我们也就是走了有十几分钟吧 我们就在公路边停了下来 再往前面走就是一片树林 树林里闪烁了几次灯光 然后司机呢也用手电筒回应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朝里面走了过去 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很帅气的南美小哥跑过来接我们 他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开朗 非常的幽默 他会好多种语言 虽然有的说的不是很好 但确实他可以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每一个人做简单的交流 他带着我们走到这片小树林的中间位置 已经有几十个人在这里坐着了 然后他就把南美人穆斯林黑人俄罗斯人还有我们都分开 他单独的和我们说一点左右从这里出发 穿过这片树林前面是一片大草地 然后有一条小河每个人都要通过一个独木桥 过了独木桥以后继续顺着草地里面的脚印往前走 你们就可以到边境墙了 然后顺着边境墙一直走 你们的目的地就到了 他和每一组人都简单的交代了一下 然后就让我们安静的在这里等着就可以 等待的过程中 我把我们一家人的墨西哥保护令都撕得粉碎 因为民宿老板之前就告诉过我 到了边境墙以后就把保护令丢掉 千万不要把这东西带进美国 然后我就用手和小木桂 在地上挖了一个小坑 把碎片都放在里面 但还没有等我用土把它埋起来 就来了一阵吹在身上感觉非常舒服的微风 这微风几乎把我刚才撕碎的所有纸片都吹走了 这个时候那三个俄罗斯人 叫了一下那位南美小哥 小哥走到他们身边 那孕妇就抬起手 手里面就是拿着一叠厚厚的墨西哥笔锁 然后另外一位俄罗斯小哥 也捧着一些硬币 全部都给了这个南美小哥 然后小哥就把钱举起来 非常的兴奋 但用刻意压低的声音说着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后有几个穆斯林 也把自己身上的墨西哥货币都拿出来给了小哥 我也把我身上的所有墨西哥笔锁都给了他 凌晨一点左右 小哥让我们所有人都站起来开始排队准备出发 他先是让所有黑人排成一队 然后南美人一队 最后把我们一家人和那三个俄罗斯人 还有穆斯林排成了一队 出发的时候 他让黑人走在最前面 我们走在中间 南美人走在最后 他一会跑到队伍的最前面 他一会跑到队伍的最后面 然后有的时候他也在队伍的中间位置和我们并肩往前走 他就像一只可爱的牧羊犬 而我们是即将被他赶出笼子的羊群 凌晨1点26分 我们到达边境墙 录下了刚开始的那段视频 我看到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真的好高 要比我想象中高太多了 我当时就在想我们不用翻墙 就是不用介入任何的绳索梯子和工具 直接步行进入美国 我又想到之前看到的一些视频 有好多人都是真正的翻墙 就比如说小宝哥 他就是用绳梯翻过这堵高墙的 就在录这期视频之前 我还给宝哥打了一个电话 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么一条最简单的路 所有人都在不停的向前走 有的孩子坐在父亲的肩膀上 有的孩子趴在妈妈的背上 有的孩子在父母的怀抱里 有的孩子看起来还不到一岁 有的孩子应该是刚刚才学会教爸爸妈妈妈 也有不知疲惫的孩子 他们不停的在飞扬的尘土里跑来跑去 比如说我女儿 她一会儿跑到爷爷奶奶的身边 一会儿又跑到我和爱人的怀里 在他们这个无忧无虑的年龄 或许还不能理解这一段经历 对他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他们现在也不需要刻意的去理解 因为在这个本就属于校园的年龄 她会拥有自己最直观的对比和感受 凌晨2点30分 我们看到前面有灯光在闪烁 我听到前面有人在大声的喊叫 我可以听得出来 这种声音是发自肺腑的兴奋 所有人的步伐都变得更快了 我爸妈在我前面十几米的位置叫我 张公快点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他们两个几乎是以小跑的速度在前进 这一刻我能感觉到他们身上充满了力量 这是在经历了26天的颠沛流离之后 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的那种喜悦 所激发出来的仅存的体力 凌晨2点44分 我们走到了边境墙的尽头 有一位美国警察站在三脚架的后面 用相机记录着每一个通过这里的人 当所有人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他都会送来善意的目光和微笑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 我的双脚已经站在了美国的土地上 我曾幻想过无数次 入境美国的那一刻 我会表现得多么的激动和喜悦 我想过我会嚎啕大哭 我想过我会趴在地上去亲吻这片土地 但不知为何 我的内心竟是前所未有的平静 是那么的自然 或许正是因为之前 无数次的幻想 才会让这一刻显得那么的平淡 那么的毫无仪式感 也或许本就该如此 我们一起出发的这一百多人 都陆陆续续的进入美国了 有一辆警车在美国的境内 沿着边境墙往我们来的那个方向开了过去 我想他应该是去检查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人 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 有一位看起来比较年长的警察 过来指挥我们排队 等他点完我们的人数以后 就让我们靠在边境墙边坐下 开始检查我们的护照 等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我的吉他 他问我你会弹吗 我回答说会的 他说你现在可以弹吗 我说可以的 然后我就把吉他从包里面拿出来 开始调音 这个时候那个站在三脚架后面的 年轻警察也过来了 还有另外几位警察 也都朝我走了过来 本来我是想着弹独奏曲的 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唱首歌 然后我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唱了一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我唱到这首歌的副歌的时候 有几位警察也在跟着我一起唱 还有身边的几个南美人也在跟着我唱 属于我的那份仪式感 如期而至 大概凌晨四点 从远处的公路上开过来三辆大巴车 警察让我们都站起来开始排队 准备上车 但车门刚打开的那一瞬间 我们就被扑面而来的寒气冻到瑟瑟发抖 真的 然后我们一家人就上车以后 在最后一排坐下了 那车厢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冷 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空调的温度调的这么低 而后来我才觉得或许这是为了让我们提前适应一下移民监狱里面的温度 我也不知道这辆车载着我们走了多久 但我记得最后下车的地方是一个超级大的帐篷 说是帐篷其实很过分 它就像是一个超级大温室 里面的面积非常的大 然后被隔成不同的区域 我们从车上下来以后短暂的感受了一下室外的这种温暖 紧接着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超级大温室 但室内的温度要比刚才的车上还要寒冷 我们进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排队搜身测体温 然后把全身上下所有的绳子都拿出来 拿不出来的就必须要剪断 比如说腰带鞋带都要抽出来丢进垃圾桶 比如说外套领口的绳子和运动裤腰上的绳子都必须拿剪刀剪断 我们完成这第一步以后就有位警察带着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大厅 当时这里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蛇形护栏里面缓慢的移动着 护栏的外面每隔几米就有一个警察 他们时不时的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对正在排队的人说着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一家人也站在了这场场队伍的最后面 我身上还是背着我的吉他 我爸爸妈妈和我爱人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背包 我女儿抱着那个陪他穿越整个墨西哥的毛绒玩具 我们一家人也这么缓慢的移动着 我们排队的时候有一位大胡子警察看到我背着吉他 他就朝我走了过来 他问我说这把吉他是你的还是你女儿的 我回答说是我的 他说那你可以为我们弹奏一曲吗 我说可以的 然后我就把吉他拿出来 在嘈杂的人群中弹了两首曲子 但弹奏的效果非常的不好 因为当时的环境真的很吵很乱 我弹完曲子以后那位警察先是给我派手鼓掌 然后他就用我的翻译机告诉我 你们所有人都只能留一套衣服 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一套 护照手机现金 还有一些必须要用的药品 会单独给你们保存 但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销毁 包括这把吉他 所以你再好好地感受一下他吧 因为他马上就要被销毁了 当我看到翻译机屏幕上的文字的时候 虽然之前心里也有过准备 但是在那一刻我的心还是碎了一地 这就是无法抗拒的事实 这就是这里的规则 每个人都必须要遵守 我想到其他人的身上 说不定有比这把吉他 对我更重要的存在 我只能以此作为安慰 但当时的内心真的在地写 真的很无力的 很快就轮到我们了 我故意站在我们一家人的最后面 我爸爸妈妈的手机护照都装进了一个透明袋子里 工作人员又问我爸爸妈妈有哪些药品是每天必须服用的 然后他们又帮我爸爸妈妈把药品都单独的装进了一个送风袋子里 又在袋子上面写上我爸爸妈妈的名字 然后我爸爸妈妈就离开了这里 去了另外一个排队的地方 到我了 终于轮到我了 那时候我女儿站在我的怀里 她的怀里抱着那个陪她穿越整个墨西哥的毛绒玩具 我的后背背着那马陪我穿越十几个国家的吉他 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工作人员 让我把吉他和我女儿怀里抱着的那个毛绒玩具 都丢在旁边的一个很大的正方形垃圾桶中 我女儿双手紧紧抱着她的玩具 我用双手紧紧的抱着我女儿 嘴里面用蹩脚的英语说了一句 This is my life 那位工作人员大声的说一句 What do you say? 然后我就用痛苦的几乎是咆哮的声音重复了两句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life 说话的同时 我又用翻译机翻译了 这把吉他陪我穿越了十几个国家 来到这里 这把吉他对我的意义就像是生命一样 它就是我的生命 然后那位女性的工作人员就用很礼貌的笑容回应了我 接着她就转过身去 大声的对她的两位同事说了几句 我听不懂的话但我当时可以听懂一句就是他对他的同事说的 他说这把吉他是他的生命 然后这位工作人员和他的两位同事交流了以后 另外两位工作人员也放下手上的工作走了过来 他们好像是正在商讨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刚才告诉我 让我在好好的享受这把吉他的那位警察也走了过来 他又和这三位工作人员聊了几句 然后就是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位女性工作人员用翻译机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保留这把吉他 但是你必须在离开这里的那一天开始及时 一个月之内必须返回这里拿走这把吉他 如果一个月之内你没有回来的话 这把吉他将被销毁 当我看到翻译机上的文字的时候 我的眼泪已经滴在我女儿的头发上了 虽然他当时并没有察觉到 这也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这么深刻的体会到 违反原则的温暖吧 不应该是原则 违反规则的这种温暖吧 就在我还沉浸在吉他不用被销毁的那种喜悦中的时候 工作人员看到了我女儿怀里的那个毛绒玩具 我女儿很聪明 因为他之前已经看到有很多人把自己身上的东西都丢进了旁边的那个垃圾桶里面 所以当工作人员很热情的在和他打招呼的时候 他都不抬头 他只是使劲着抱着那个毛绒玩具 当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玩具必须要被销毁的时候 我女儿就用双手把那个毛绒玩具拖了起来 工作人员接过玩具的那一瞬间 我女儿内心的那种不舍全部都化成泪水喷涌而出 真的我女儿就转过身来紧紧的抱着我 不停的在抽筋 他真的紧紧的抱很实劲的 但他没有发出任何的哭的声音 当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的脸上不再是那种微笑 更多的是难过和同情 然后我就看他起身离开这里 过了两三分钟以后 他又回来走到我女儿的面前 半蹲在地上 双手抱着我女儿心爱的玩具 他用翻译机告诉我女儿 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他 请你放心 一个月之内你再回来把他带回家好吗 我女儿没有说话 只是不停的在点头 当工作人员得到我女儿的允许之后 他才拿了一个新的密封袋 把这个玩具封了起来 他还让我女儿亲手 在袋子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还告诉我女儿 这个玩具会和爸爸的吉他放在一起 当这两件看似不起眼的事情 就这样很平常的发生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内心的那种激动 或许只有我自己才可以体会得到 什么人性 什么自由 什么人权 什么包容 中国响亮的口号都是扯淡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都向往美国 就这两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拜拜